在美国大选难尝 内斗加剧 至故不暇之际 美国访华政客 仍然不忘干涉中国内政 本周上 五眼联盟就香港问题 发表了联合声明 重申所谓对中国裁员新的规则 来取消香港民选 议员资格的严重关切 针对五眼联盟国家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外交部发言了 19日在记者会提问时指出 不管他们长五只眼 还是十只眼 只要党敢伤害中国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小心他们的眼睛被戳瞎 这话听着更爽 争霸气 大国就应该有 大国的分放和气场 不能够一群苍蝇 围着你温温叫 你都不敢用苍蝇拍 拍两下 那就不叫大国了 长期以来 美国英国等国家干涉香港事务 粗暴插手中国内政 中国可以说是一冷再冷 去年发生了那样的暴乱 我们也没有出动驻港部队进行镇压 也没有将他们派驻在香港的间谍一碗打尽 可谓是人质易尽了 没想到他们毫无置之之明 毫无忏悔之意 中国必须要狠狠地缓急 我们都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1月11日 通过了有关香港立法委员资格问题的决定 依照这个决定 勾结外部势力 从事非法乱港活动的市民议员被取消了资格 这本身就是中国的内政 得到了特首林郑月娥和爱感人士的一致支持 同时香港多位法律界人士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决定合宪合法合理 符合宪政秩序及国际政治惯例 为规范和处理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问题 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具有不容挑战的权威性 然而此举却遭到了杨月桥 郭龙坑 郭佳琪 梁继昌等市民兰朝派立法委员 及另外15名反对派议员的抵制 杨月桥等市民乱港议员 拒不服从中央的决定 向香港上述法院提出上述 这不是搞笑吗 全国人大决定了的事情 香港上述法院能推翻 这是个傻缺 不但是脑子进水了 而且进的还是盐水 得了脑膜炎 为了给这四个脑膜炎赚党 15名香港反对派议员 于十一旅当天 集体宣布辞职抗议 万图以此煽动命运 要挟香港特区政府 然而林郑月儿表示 即使反对派集体辞职立法会 能能继续运作 后来立法会也没有收到反对派议员的辞呈 闹出来的一个国际笑话 看来这些人还那么傻 还是舍不得分厚的薪水呀 缺了张屠夫 难道老百姓就要吃带毛的肉吗 缺了胡萝卜 难道就不能上席了 香港的反对派议员 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本来这些议员 竟然早就任期到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全国人大格外开恩 允许他们延期不少于一年 他们才能赖在那个位置上 愿林郑特首的话来说 即使反对派集体辞职 立法会会减少19名议员 余下的议员数目仍然过半数 立法会能够继续运作 这件事本来就是中国的内政 但是一些西方国家 却迫不及待地跳出来 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欧洲的白左纷纷上场 牵着中国政府迫害异见人士 一直到这一次 五眼联盟发布了联合声明 欧美发达国家的疫情泛滥 都成那样了 美国和英国两个老牌帝国的 感染率遥遥领先 不向中国取经求救 一起战役 把自己国家老百姓的生命 放在第一位 却跳出来与中国作对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这不是做事吗 赵立坚是今年疫情期间 上任的外交部发言人 我觉得他的峡谷楼情 是最能够体现中国大国外交分范的 一上来就揭露了美国就新冠来源问题 甩锅中国的真相 一下子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好评 新时代的中国外交 就需要这样的有缘有谋的发言人 不乐事 不怕事 不信谢 好好给中国的精英贵族补补盖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五眼联盟国家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中方重新考虑取消香港议员资格的决定 并立即恢复这些立法会议员的职务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对此赵立坚强硬回应 你说的是五眼联盟 中国人从来不乐事也不怕事 不管他们长五只眼还是十只眼 只要胆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小心他们的眼睛被戳瞎 赵立坚说 我们对有关国家 官乱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对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只手画脚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们已经就有关问题 多次阐明中方的严正立场 今天我还可以在这多说几句 中国全国人大参委会根据宪法 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有关规定 就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作出决定 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避难要求 也是维护香港法治和特区限制秩序的必要之具 这合法合理不容挑战 英文有句言语叫布丁好不好吃了才知道 中国也有句类似的话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没有再发生所谓的美丽分井线 这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公职人员必须拥护本国限制 法律效忠祖国 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基本的政治伦理 香港特区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 绝不允许宣扬或支持感度主张 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 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 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来管理治理香港 爱国爱港者治港 反中乱港者出局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香港回归以来 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管治香港 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依法得到充分保障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有关国家应该证实香港 已经回归中国的现实 兵器双存标准 切实忠重中国主权 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干预中国内政 任何对华施压 损害中国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自从香港把国安法出来以后 香港的暴徒们再也不敢作乱 香港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得到了根本的保障 事实充分证明 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跟班 只要我们握紧拳头 我们的拳头硬了 他们就暖了 就被打回纸老虎的原型 对干都是这样 对台独更是这样 军部舰 台湾F16飞机失事 蔡英文都吓傻了 连着两次念稿子 都把飞行员的名字念错 美国已经绿目图穷 帝国斜阳 长阳如雪 就像特朗普所说的 美国自己的老百姓 60%的人都拿不出 1000美元现金救济 40%的老百姓 连400美元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那些香蕉人却还在换下 拿美金的好绿子 70年前 我们那么贫穷落后 尚且能在朝鲜战场上 把美帝纠集的16国联军 打得落花流水 今天 别说是什么五眼联盟 十眼联盟 就算是五十眼联盟 百眼联盟 我们也照打不误 戳下你们的眼 中国第一个战胜疫情 区域经济协定顺利签署 这世界早就变天了 只有睁眼瞎才看不见 现在 美帝红银进行 匪名 区域经济 Mercier